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读书世界 我们今天继续读程序员修炼之道这本书 好 我们先开始 30 黑白 字迹在墙上 你通常可能不会把优雅与警探联系起来 他们常被沉浮地描绘成某种油炸面圈和咖啡 但考虑一下 侦探会怎样用黑板来协调和处理谋杀案调查 假定探长一开始就会在会议室放置了一个大黑板 在上面他写下一个问题 H-Dumpty 男 鸡蛋 事故还是谋杀 H-Dumpty真的是掉下去的 还是被推下去的 每位侦探都可以通过增加各种事实 证人陈述 以及可能出现的法律证据等等 为侦破这个神秘的谋杀案做出贡献 随着资料的积累 某位侦探可能会注意到某种关联 并张贴它的看法和推断 这个过程持续进行 跨过所有班次 涉及许多不同人员和代理人 直到案件了结 图5.6给出了一个黑板实力 黑板方法的一些关键特性是 没有侦探需要知道其他任何侦探的存在 他们查看黑板 从中了解新的信息 并且加上他们的发现 侦探可能接受过不同的训练 具有不同程度的教育背景和专业经验 甚至有可能不是在同一管辖区工作 他们都渴望破案 但这就是全部共同点 5.6 有人发现了Hompty的赌债和电话记录之间的关联 他也许曾经收到恐吓电话 在这个过程中 不同的侦探可能会来来去去 并且工作班次也可能不同 对放在黑板上的内容没有什么限制 可以是图片判断物证等等 我们参加过的许多项目都涉及工作流 或分布式数据采集过程 在每个项目中 围绕简单的黑板模型设计解决方案 给了我们一个坚实的用于工作的比喻 上面列出的所有关于侦探的特性 也同样适用于对象和代码模块 黑板系统让我们完全解除了我们的对象之间的偶合 并提供了一个论坛 知识消费者和生产者可以在那里匿名异步的交换数据 如你可能会猜想的那样 它还减少了我们必须编写的代码的数量 黑板实现 基于计算机的黑板系统最初是为在人工智能中应用而发明的 在那样的应用中要解决的问题大而复杂 语音识别 基于知识的推理系统等等 现在的分布式类黑板 Blackboard-like system的系统 比如Java Spaces和T Spaces 以一种简直对模型为基础 这种模型首先在Linda中得到推广 在其中被称为圆祖空间 Tuple Space 通过这些系统 你可以在黑板上存放主动的加码对象 不只是数据 并且通过对字段进行部分匹配 通过模板或通配服务 或是通过子类 或是通过子类型 获取这些对象 例如假定你有一个类型A 类型author是person的子类型 你可以使用last name 只为Shakespeare的author 模板搜索还有person对象的黑板 你可能会查到叫做bill Shakespeare的作者 但不会查到叫做fred Shakespeare的圆钉 Java spaces中的主要操作有 read write take notify read在空间中查找并获取数据 write把数据向放入空间 take与read类似 但同时从空间中移除该数据向 notify设定每当写入与模板匹配的对象时就发出通知 t spaces支持一组类似的操作 但具有不同的名称 语义也稍有不同 这两个系统都构建的像是数据库产品 它们为确保数据完整性提供了原子操作和分布式事物 因为我们可以存储对象 我们可以使用黑板设计基于对象流 而不仅仅是数据的算法 就好像我们的侦探可以让人站到黑板前证人自己 而不仅仅是他们的陈述 任何人都可以向证人提出与案情有关的问题 张贴笔录 张贴笔录并让证人走到黑板的另一个区域 在那里 它也许会做出不同的响应 如果你允许证人也看黑板 像这样的系统的一大优点是 你与黑板有单一一致的接口 在构建传统的分布式应用时 你可能会花大量时间 为系统中的每一个分布式事物和交互 精心制作独特的API调用 随着接口和交互的组合爆炸 项目可能很快就会变成噩梦 组织你的黑板 在侦探们处理大案时 黑板可能会变得混乱 可能会难以在黑板上确定资料的位置 解决方案时对黑板进行分区 并开始以某种方式组织黑板上的资料 不同的软件系统以不同的方式处理这样的分区 有些使用几乎只有一级的区域或性取组 而另一些则采用更加层次化的树状结构 黑板方式的编程消除了对太多接口的需要 从而能带来更优雅更一致的系统 应用实例 假定我们在编写一个程序 接受并处理抵押或贷款申请 辖制这一领域的法律极其复杂 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说法 借贷者必须证明他们已经出示了特定的资料 必须请求提供特定的信息 但又不得提出另外的特定问题等等 除了适用法律的迷雾之外 我们还需要应对以下问题 资料到达的次序没有保证 例如查询信用状况或资格检索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而像姓名和地址这样的内容可能马上就能获得 资料搜集可能会由于不同时区分布在不同办公室的不同的人完成 有些资料搜集可能会由其他系统自动完成 这样的资料也可能会一步到达 然而特定的资料可能仍会依赖于其他资料 例如在获得所有权或保险证明之前 你也许不能启动资格检索 新资料的到达可能会映出新的问题和政策 假定信用检查返回的报告不那么有利 现在你需要填写五张额外的表格 也许还要提供血样 你可以使用工作流系统 设法处理每一种可能的组合和情况 存在许多这样的系统 但它们可能会很复杂 并且需要许多程序员 当规章制度发生变化时 工作流也必须重新组织 人们也许必须改变它们的流程 硬性连接的代码也许必须重写 黑板 再结合分装了法律需求的规则引擎 是解决这里遇到的困难的一种优雅方案 数据到达的次序无关紧要 在收到某项事实前 在收到某项事实时 它可以触发适当的规则 反馈也很容易处理 任何规则 任何规则级的输出 都可以张贴到黑板上 并触发更为适用的规则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